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藏于岩壁断崖,攀山越岭享受着阳光与雨水的自由。 亿万年前,地壳抬升,武夷山脉渐渐隆起,形成别居一格的丹霞地貌, 作用世界同围杜带现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孕育出独特的万千生林。 洛宇茶经云,上者生烂食。 层叠的丽岩覆盖富含腐植质的酸性红壤, 具有良好的排水性和丰富的养分,是种植茶树上加的烂食。 武夷岩茶生长在盆景市茶园中, 当地茶农称为头戴帽、腰记带、脚穿鞋。 头上有带帽,就是头上面有植物,有树林, 它的阳光不会直射到茶树,腰有挂带, 就是我们中间的房间地带,它也有植被,还有脚穿鞋。 遇到雨天,它通过这些植物,可以吸收水分, 接着渗透到茶园。 有了这些中华好邻居, 盐茶正山川精英秀气所中, 品具盐谷花香之盛。 没有一杯茶聊不出的故事, 适者如斯,不舍昼夜, 这方宋代理学家朱熙的石刻真迹, 是今在高山流水间熠熠生辉。 朱熙曾在武夷山生活了五十多年, 主查论道,写下了流传后世的九曲兆歌。 他讲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心明,在子余至善, 就是要把我们内在好的这种部分, 让它可以发扬出来。 竹行碧波,九曲回厂。 九曲西, 曾是运送武夷盐茶的水上交通线, 也是文人默客的畅游之所。 一方方磨牙时刻, 留下了历代保护茶产业的告示, 和无数赞美武夷山的诗篇。 古人依山种茶, 经人建造生态茶园, 这是中国人遵循自然, 永续发展的传承。 武夷山, 是世界乌龙茶和红茶的发源地。 四百多年前, 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 就带着中国人的智慧和诗意, 飘洋过海, 风靡世界。